祝你欢迎欢迎 祝你欢迎欢迎 领头带着各科室生日的同仁们 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亲自祝福当月生日寿星 也让同仁们超开心 因为议长年轻 所以就会带给我们员工很多的帮人 而且我们给他很多的建议 他都可以接受 年轻的议长听得进去别人的建议 是议长童子伟受到同仁欢迎的重要原因 不同于以往 作为基隆市议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长 童子伟也特别重视基层同仁的努力和感受 以往议会只有各科室主管庆生 但是今年四月份以来 童子伟改变惯例 开始请议会各科室当月份生日的同仁 一起到议长室 不分职闲由议长亲自为大家庆生 希望像家人一样 凝聚市议会的向心力 一起冲 对每个月都有 刚好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工作很忙 也不是每天或是常常会见到 每一个单位的员工或是同仁 所以用这样的机会让他们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机会交流 聊聊天 也可以感受一下他们的心情 对不对 你看鼠花姐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因为议长请我们吃蛋糕 so happy 因为以前好像比较议会没有这样帮员工 大概月份 比较少机会 所以让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制造多一点的机会 三分梯处定 四分苦打拼 童子伟希望让市议会的工作做到最好开创新局 不二法门就是让所有议会同仁更团结 齐心一起打拼 记者 郡俊松 基东报导